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覺得最後雖然我們成功地回到白龍上面 但是還是只能藉由四還有二項 來去勉強去達到類似那種 就是穿梭時空的效果 因為他可以幫我們傳達我們的思念嘛 也許對女巫來說 他可以在感應4的情況下 感應到那些思念的情況下 再藉由4產生的幻覺 所以他可以彷彿 李莫還待在身邊 所以我們最後才會看到那一個畫面 我不知道這樣算不算好結局欸 因為我們人終究你要 穿梭時空是 起碼在目前這個科技是不現實的事情 但是如果可以傳遞思念的話 那這已經非常了不起了 這已經是最好的情況了 這個遊戲他我感覺他應該藏了很多路線 他可能還有更好的結局 我不曉得 他到底有沒有多結局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覺得我一路上的探索我已經盡我所能 努力的去 搜集所有的線索了 我那時候玩靈魂之橋的時候也是 我那時候剪片剪下一集大概都二十幾分鐘 其實沒有很長 看起來沒有很長對不對 但是其實私底下玩的時候 也是一樣探索我很久 玩到後來我覺得 李莫 根本就是 以皇的轉世 還有愛達也是 他就是有那個天賦 他脖子上面不是還有那個 十個星點的 胎記嗎 那個標誌 他就是一直可以聽到 很古老萬道帝國那邊傳來的那些思念 所以他才像其他人一樣 他才沒辦法像其他人一樣 他才可以這麼靈敏的一直聽到其他人聽不到的聲音 這遊戲 這個製作主作的遊戲我都非常喜歡 我覺得他把從地球計畫開始 第一代 現在去玩當然會覺得他相對非常的扁平 但是那時候你就可以感覺到他有野心了 但是那時候技術或者是劇本還不足 然後第二代靈魂之橋的時候 他做了更多的維度 讓人可以控制 然後各種演出表現 都大升級 到現在 第三代這邊 他變得更加立體了 而且他所有的 設定 那些關聯全都串了起來 很厲害 很厲害真的很厲害 我真的超喜歡這家 遊戲製作的 那好像接下來還有第四代 叫做 心無象山喔 還是心象無山 我有點記不起來了 之前有一陣子有時候也看到他的標題 然後他的故事設定 我不知道他會不會架構在 就是在這個龍脈長哥 再把他再更加補完 更加全面這個 世界觀上面 或者說他會完全就是跳脫 展開一個新的系列了 因為他的題材好像不太一樣 他變成 變成有一點 呃 拍照的那種相片的那種遊戲 到時候如果有出的話也是 當然是要玩的啊 真的假的 動畫畫製作確定 欸對其實他這部真的很適合欸 如果到時候 因為到時候我會剪片嘛 我會把中間一些 探索過程剪掉 雖然我覺得非常難剪 因為很多都是 側邊的一些補充故事 像什麼龍脈長哥上步 然後 十三天地開闢金 那種東西 我剪的時候我不一定 很難保證說一定可以巨細迷的剪進去 但是我覺得那些都發揮很重要的 關鍵 人的意念啊 又打破時空了 超強力量 之前 有看我影片的人 應該很常聽到我說這句話 不要剪嘛 可是不要剪我怕太長 唉 雖然說大家也是可以自己 快進或跳過去選自己要看的部分 我本來看到這個題材 他是老人的回憶 我本來真的是非常的怕 因為我 我最 我很難抵抗這個 但是 不知道該怎麼說愛打欸 愛打這個人 很像師父 他就是那種 不知道怎麼跟你講 對不對 一直叫你說 你就是 你跟別人不一樣 其實師父也看得出來 師父也知道他是天才 或許他也有感覺到 他或許是後土的轉世還是什麼的 不知道 反正他們天生就是有這種 有靈感的人 天生有這種神奇的能力 所以他也知道 愛打不一樣 然後他把他收在自己身邊 培育他 培養他 一直在教導他說 要去追尋自己的 道路 只是他好像 他也不知道怎麼講 因為他也是生來就是一個兵器嘛 就像大葵一樣 他沒有家人 所以他也不知道怎麼去教育李莫 就是他總是一副兇爸爸的樣子 然後還會嫌他很煩 不知道該怎麼講 不過到最後 艾達算是有開悟了啦 Nafix獨家播出 一定要去看一下的啊 希望不要亂改啦 拜託 那台灣公司的話應該 不會允許他們亂改吧 因為他們是一個非常有理想的公司 他們就是自在做出 非常動人的故事作品 我從二代靈魂之橋的時候就說他們 這間公司成功了 二代真的是 三代 龍脈長哥 他比較沒有像靈魂之橋那個時候讓我那麼 那麼崩潰 對 但是我覺得龍脈長哥是 他是那種拉長版 你 該怎麼說呢 你就是會一直記在心裡 只要有這個 這個 宇宙史詩這個故事在 而且他們真的把這一些 這些道的這些元素 真的融合得很棒耶 你看我們以前 台灣製作的遊戲 甚至說東方這邊的遊戲 老是在做什麼武俠 老是在做那些 山海經 然後老是在做 西遊記 羅摩妍娜 當時印度那個神話 老是在做這些題材 那終於 最近越來越多 包含像九日 然後 像OPAS這個系列的 他們結合了道 然後又有一些 自創原創的成分 但是又 做得栩栩如生 你很難去找到破綻 包含到後來我才感覺到 他所謂的竹籠跟大黃也是一體兩面 然後二項又代表他左右兩邊的門 真的其實有很多的隱喻 很厲害的這個遊戲 喔對還有三國 永遠都是這幾個題材 真的是超膩 對背後邏輯是通的 他們其實在設計的時候都巨細 巨細迷的設計進去 好可惜喔 那個 阿嬌 他真的是那個理事長嗎 真的很震驚耶 然後拉米亞後來還是接受他了 拉米亞這個角色也是非常有趣 維杜認為說他的形象 有點像羅素醫生 而且他們那些偏激固執個性 其實非常可以理解 包含你看像艾達 他即便後來長大了 林木也是啊 其實誰都逃不掉 一直都被從小的那個 陰影或創傷困擾著 困擾著一輩子 一直到哪一天 他們終於能夠 活得像自己的時候 為自己而活的時候 真的開悟了那個時候 其實很多事情都有點來不及了 這遊戲真的超美的 哇台灣 這幾年的遊戲真的很厲害 只是我希望他 你看地球計畫 你玩起來也會發現他很扁平 然後靈魂之橋 是那種上帝鳥看視角 到現在這邊 再加入更多的3D元素 我希望他下一座 我很擔心他會不會一直就是這樣子 然後越來越3D 他會不會到最後失去那個味道了 為了要追求擬針 對他就少掉那種藝術風格的味道 像你看他這個畫面 我覺得很棒 他用不著真的做到多精細 但是 你彷彿在看一個壁畫一樣 看一個美術品一樣 作品太優秀 可能很早就有金主投資了 只是最後找到師傅那邊 我還蠻驚訝的 我還以為他可能會畫成像四水那樣 四氣的那種形式 對不對 能夠跟 不過那有可能是艾達的幻覺啦 因為他到後面已經感覺到四氣 到處都是四水 但是 就算是幻覺那又怎麼樣 他就是一個載體啊 他承載也是真實的思念啊 真實的傳達過來的思念 以黃對後土 就像李末對 艾達一樣 他們這種外星的 遊牧民族 來到了這個竹龍的這個銀河系 建造自己的帝國 然後想要 取用竹龍的能量 但是可能失控還是怎麼樣 造成各個行星間的毀滅 因為像這樣的故事 太過於複雜 記不住 當時的人們 或者很早期的人們 就用神話的方式 可以傳送下來 我們現在真實的世界也有 有很多這樣子 所以硬去追求說 現在那個神話說講的 那個盤古啊 那個洪水啊 那到底是什麼 那可能只是一個形象 當初 可能就不是那個意思 但是就是 曾經發生過一個這樣的故事 我真的覺得如果喜歡 像 沙丘這種 太空歌劇啊 或者海波利昂的殞落啊 有宇宙史詩故事感的 真的這款超級適合 它就是一個救贖之旅 那大葵 我真的好喜歡大葵喔 我覺得他真的付出好多 那他們的配音員 喔還是要稱讚一下 這中配太厲害了 真的 到底誰還在那邊 說什麼中配不好 我就跟他拼命 他們就是那種 盲目的覺得說 啊外國配音就多好多好這樣 來聽聽看中配吧 現在很多遊戲 你反而用中配 那感覺才有 對啊一人分事多角 我很喜歡那個陳友文的聲音 很多人的聲音我都很喜歡啦 那陳友文的聲音就覺得喔好棒喔 包含大葵 老年李莫的配音也都是陳友文 然後現在這個世界 這個宇宙 可能被礦聯給掌握了吧 龍脈到龍脈協會最為解散了 因為能追尋的秘密其實也被我們探光了 龍脈協會到最後 然後 逐漸就淪為一個藝術團體 然後再 失去實權 失去影響力 藝術團體基因會再來越來越視為 然後最後就被礦聯吃掉了 礦聯 繼續進化下去 也許最後 會變成另外一個版本的 那種萬道帝國 其實我有點 有一點好奇 這個編劇他們看過海伯利昂的隕落耶 因為他的礦聯跟那個 霸聯 那裡面有一個叫霸聯的 在海伯利昂的隕落這本 科幻小說裡面 有這個 集團 這個宇宙集團 在萬星網上面 有那麼一點相似 那一點點而已啦 但是你聽到他所有的自創名字包含二項 太乙垂聯 各式各樣的 那些 專有名詞 你都不會覺得 非常的奇怪 你就會覺得好像真的是恰有其事這樣 然後他真的把那一種 你像二代一直 靈魂之橋一直蒐集素材啊 然後這一代一直尋找考古故事 他真的把那種 考古的過程 真的是給玩家體驗了一下 因為你真的要在那邊翻閱資料 大部分都是這個時間都耗在那邊 然後好不容易湊了一點點資金 才去探勘 那你失敗的話 你可能你在那邊付出幾十年心血 全沒了 對你要不小心探到那種尾幕啊 或者 那到最後根本就只是一個假神話 那你一輩子的付出就沒了 裝備很厲害 有透過語氣表達出情緒 對 我是戴耳機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戴耳機 像我第一 第一個讓我最震驚的 就是當初大葵在他隊長的幕前的時候 他那時候他其實有稍微抖音一下 他音有稍微 有點 呃 類似破音那樣子 就是忍不住的那個聲音 那個聽得出來 戴耳機聽得出來 哇真的是好遊戲啊 這遊戲我覺得 這個 我也不知道我這個是好結局還是壞結局 如果我那些東西都沒有探索 對不對 到最後 如果我那時候李末還白目的話 講什麼 我要回去繼承我的家族 對不對 這個時候艾達可能 就死心了 他可能也聽不下勸 你也是戴耳機 對啊還能在角色間分那麼清楚 真的很厲害 末末花絮是什麼啊 看一下 哦這個是 這個都幾秒 短短幾秒而已 稍微看一下吧 大家好 我是本部作品的編劇兼製作人 謝謝你們遊玩龍脈長哥 希望這將近十小時的體驗你能滿意 如果你希望更了解這故事 導演的話是個好地方 這是會全破遊戲的你們留下的集會所 其實我一直很喜歡龍脈與風水的概念 這個題材運用到更廣闊的舞台 也就是科幻宇宙的世界觀 把風水中山脈的規模 放大到恒星的尺度 就變成一個充滿想像力的新世界 在這個衝動下 就自然謀生了這種想法 但不得不說 其實執行起來的難度 也比我們想像中還高尚不少 導致非常非常多的考驅 最後還是做了不少簡化的動作 才能執行到現在這個樣貌 但至少結果我們非常的滿意 對啊 你很多作品 你在製作的時候 你有一個好題材 但是你真的放進來 考驅不夠 或者你考驅太多 然後造成裡面的詞彙量爆炸 要補充的東西爆炸 你很難駕馭它 但是我覺得它其實龍脈長哥 放得非常的剛好 它有適當的遐想空間 然後又不會太過模糊 其實後面發生什麼事情 不是說猜不到 但是就是 你還是會被它感動 這是一個透過歌聲尋找龍脈的故事 而龍脈由於震動 始終有著幽遠的聲音 橫更於宇宙時空之間 同時也有長哥的諧音 希望能告訴玩家 這故事要訴說的 不僅是艾達跟李莫 更是一個古老永恆的神話故事 震動 震動 震動這個也是 其實它是從很久以前 的 該怎麼講 這個就有點超自然 很久以前就有一方的人 某一小撮的人 一些研究者在說 震動是這個世界真相 但是被當人邪教 然後到近幾年 我開始 在各個題材上面 開始拿到這個東西 放進來製作了 不管是 曾經他們也去知道這個訊息也好 或者說 剛好聯想到那邊也好 真的這幾年都越來越多這樣的作品 那個裡面最經典的 有一個解釋就是 這個跟脈長哥沒什麼關係 這個是本來要做關心者影片的內容 要講的就是 人的意識 意識 人的思念 他們是因為接受了宇宙的 某一個巨大的震動 所建構出來的一個 你要說幻覺也好 反正就是一個 人到解析過後的虛幻世界 那那個最大的震動來源 其實就是黑洞 它一直在向外放射這個震動 這個是題外話 我只能說 這個題材 未來肯定會越來越多 不可思議 這個是我小時候 看到的一些 一些古蹟 以前那種打字機 留下來的那種 考古計時報告上面講到的 一些 一些資料 然後就這樣藏著幾 好幾年好幾年 然後一直到最近這幾年 有些電影題材啊 遊戲作品啊 動畫啊 開始用到這個元素 你甚至會讓人懷疑這些人 這些導演 這些編劇 這些作品 他們是不是知道 真的知道那些真相 這是個多元的解釋 故事中每個陣營的人 對龍脈都有不同的解釋 龍脈是身材工具 也是個礦脈 也是能量 也是考古的遺產的一種 它可以是很多東西 但我心中更傾向於 尋找龍脈的隱喻 其實就是尋找自己的內心 這也是OPUS系列一貫的主題 發現自己的內心進而成長 儘管都會讓你面對生命中的悲患禮合 但還是需要鼓起勇氣努力 一段悲傷卻有溫暖的追求之旅 這是OPUS不斷想重複訴說的主題之一 尋找自己的內心 真的很重要 你看那時候艾達 從五樓被趕回四樓 古竟然他是被趕下來的 然後又被解除身份這樣 因為他唱不出歌了 所以被趕下來 不然他原本是可以真的成為女巫的 他到那邊 要成為女巫的必備條件就是 你要知道你為什麼而唱 對不對 他不只是能力要到 他還是你必須做你自己 你自己心裡要一個底 而不是盲目一直追求說 不要落於人厚 不要在那邊一整天擔心怕被丟下 然後就這樣盲目的聽令 這也是洪最不想看到的 因為他如果就這麼盲目的話 那他就變成第二個洪 第二個自己了 洪他也是活得非常矛盾 他也很討厭自己這樣的生活吧 當做人家的兵器 然後最後被持毒的公權 多慘啊 因為我們覺得龍脈 基本上跟山的概念息息相關 所以能夠尋找很多山的地方 自然就會被命名為群山 玩家也會發現 故事中有不少的天體 都有山的概念在後面 有趣的是 我們曾經為群山取名為 比較典雅的名稱叫做萬禍 曲之千言禁秀萬禍蒸留的典故 誰知道禍這個字 因為會念的人太少 所以最後就取消了 要能寫出雅俗共賞的中文 其實在創作中也是一件很辛苦的事 那個時候 團隊也持在花了很多的心思 對啊 還是必須要通俗 不管任何東西 藝術創作也好 你一個東西做得再好 你不通俗 也沒人會看啊 對吧 反而就是在那個日常的簡單裡面 蘊含著大道理 讓人去想像 這就是最好的載體 最好的方式了 玩到結局的玩家也會發現 這一次的故事跟地球計畫 靈魂之橋有個關鍵的不同 就是實在沒有什麼宏大的使命感 像是找到地球 舉翻世界的葬禮等等 取代而知的 只是一個時代中的角色困境 這些人改變不了太多的事情 只是在世界中的小小的漣漪 但他們努力地活出自己 儘管這樣的故事少了一點悲壯感 但我其實更喜歡這類故事 因為某方面而言 這樣的人比較真實 那現在各位呢 有活得像自己想要的樣子嗎 萬貨 就是 一千萬的萬 一千萬年與群星之間的萬 對那個萬貨 不過群山 群山叫著叫著非常順口 也蠻棒的啊 故事中 象徵龍鳴的女巫歌聲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元素 但射擊其實非常的困難 因為不是每一個人都能透過音樂 去理解故事與謎題 甚至要聽出他的變化 我們必須挑戰諸多目標 像是 什麼樣的聲音能讓人解謎 什麼樣的解謎的聲音會好聽 什麼樣的聲音能傳達龍鳴這種古代語言 什麼樣的聲音能夠傳達情感 實際測試之後也會發現 每個人對聲音的敏感度與感受 真的是非常的不同 結論就是 感受不足的我們就要靠畫面 畫面不夠的我們就要靠劇情去暗示它聲音的意義 所以要透過各種奇巧的手法 才促成今天的一致性 只能說龍脈長歌這首歌 的確真的很難唱 但製作也很有挑戰的樂趣 此外龍脈長歌最終版也錄製了語音 對我們來說這才是龍脈長歌完整的樣貌 尤其龍脈長歌有著東方哲理的底韻 我們認為中配是必須的 但對於初次進行錄音的我們 要平衡41位角色與幾千句台詞並不容易 但總算是一路克服各種阻礙 交出了還算滿意的成果 很開心能有這次與配音員合作的機會 讓我們有機會累積經驗 做出更成熟的作品 真的很棒 這個配音100分 無可挑剔 完全沒辦法挑剔 我自己有一些他們那些沒有配音的時候 我自己配我都覺得尷尬了 對在那邊搬門弄斧 人家配得這麼好 我等一下要配下去 對不對直接破壞氣氛 跟以前一樣最困難的還是要創造代入感 但面對了一個更大的世界幾百個角色 如何整合主線支線各種人的故事 卻又不讓主線跑掉被支線模糊 保持玩家的遊玩節奏其實並不容易 最後我們是為世界中每一個角色做出各種重要度的分類 從一定要遇到到不一定要遇到 或只有信件才會遇到 這些資訊揭入的安排 我們都是為了讓玩家在遊玩過程中 不會被過多的資訊覆蓋 但又能逐漸帶入這複雜的立體世界 如果你玩到這裡 你所感受到的一切 甚至包含你取得的道具的順序 節奏、數量 這些都是經過一次又一次打磨的結果 希望你能滿意 很可惜拉米亞後面沒有更多的劇情補完 但是 我覺得他有可能會像《靈魂之橋》 後來再出一個什麼追憶那種補充 甚至他有官方的故事集 白鴨也是啊 白鴨這個人是真的不錯 這個人不知道怎麼了 他有時候就是這樣 你跟別人在對話 哪怕是第一次見面 他突然不經意的一句話 你就可以知道 幹 這個人一定是好人 就從那一刻起就決定要相信他了 對 雖然他還是開了那該死的槍 然後造成大葵重傷 對 可是白鴨後來也是救了我們好幾次啊 也還好他在礦蓮 誤打誤撞的 幫助我們這麼多回 媽咪啊 他跟班鳩 然後李市長後面沒什麼故事 可惜 可能還有別的路線可以看到吧 然後那個圖羅大哥也是啊 以前綁走拉米亞他們的 那個宇宙人口販子 沒有他的其他後續 如果你是喜歡劇本設定 挖掘各種神話隱喻的玩家 這次劇本中藏了滿多設定細節的秘密 關於遊戲中出現的萬道符文 古代蟻黃 厚圖 太蟻跟遊戲主圈到底有什麼關係 還有關於白龍的花 關於太空船 為何最後會開箱白龍 在工作人員名單的圖又是什麼意思 這些都是留給你們好奇心的最好禮物 線索都在那裡啦 去吧 這是我們團隊留給玩家們的最好的彩蛋 喔 他說了喔 最重要的拼湊跟那些隱喻的串聯 要從最後工作人員名單開始那邊的圖片 去做連接 反正我剛剛的理解就是 李環跟後土根本就是李莫還有艾達 雖然說我們那時候最直接看到的 那個印記就是那石心 布景上面那石心 但是包含有時候各個地方的顏色 那個配合 補面上面那個顏色 也跟艾達還有李莫的顏色一樣 他們就是穿梭了時空之後的這兩人 這一次的製作期長達三年 非常非常的感謝支持我的團隊 他們從拿著白紙的企劃書 到後來變成幾萬字的設定 與數不盡的表格 去包容我的韌性到現在 謝謝由你們促成了這一部作品 遊戲上線後 我們意外的獲得了不少實況主的幫忙 因為實在太多人了 不太可能一一謝謝 我只能在這裡講 你們每個人都極具魅力 能聽到你們對我們遊戲的各種感想 作為團隊與製作人 我們覺得很快樂 不管那是好的是壞的 只要作品有另外一個人讀到 它就會誕生一個宇宙 而作品也因為這樣的詮釋 才有了生命 謝謝你們 你們都是賦予OPUS能量的貴人 真的是很棒的製作公司耶 真的很棒 感謝所有遊玩本遊戲的玩家 如果你是從第一代的OPUS手機版 跟著艾姆一起長大一起玩的話 希望你也能感受到公司的成長 希望這一次或是未來 都還能持續帶給你更多的感動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遊戲 也歡迎你分享給更多人知道 謝謝 沒問題 第四作 星無象山 還是星象無山 對不起 名字沒記住 可是我會玩的 唉 最後還是要感嘆一下 最後那個畫面 太空船 跟滿山遍野 那幾乎說是真正的花海 真正意義上的花海 那個意象 我們在太空中 這麼荒蕪 這麼死急的太空中 能夠看到這樣子的花 那真的是美到說不出話來 我其實我也一直 因為我本身喜歡科幻作品 那科幻作品裡面 我最喜歡的螢幕就是像這樣子的畫面 包含像 以前鋼彈的作品 有沒有 那鋼彈 他們其實很喜歡呈現的一個 形象就是在 戰爭之後 然後受損的那一些 鋼彈 他就會停在 某一些地球的角落 或者外星 殖民地的角落 然後其實那邊都已經長滿了花海 那邊的植物 那邊的動物正在復甦 我這很喜歡那個意象 最後那幕真的是太美了 真的是可以拿來 當作桌布 然後這個我在想想看我要怎麼去放到 頻道上面吧 看是要剪一剪呢 還是說 直接公開 直接公開的話 直播幾乎直接公開的話 就沒有我的視訊 我覺得這很可惜 我再看看吧 沒了 兩人耶 這個是看完幕後花絮才會出現的 我不知道其他直播 其他實況主他們玩會不會 像我一樣玩這麼慢喔 因為我覺得玩遊戲的速度其實是偏慢 因為我很想要去多探究一些東西 我不至於到強迫症說我一定要全部都不漏 要什麼100%成就 沒有 但是我會盡我可能的 讓我覺得過 能夠心底放得下了 我才會結束他 我不知道其他實況主 他們是會玩得多細 還是說他們就是趕快過去這樣 所有的回憶 其實還是有不少東西沒拿到啊 尤其是一開始 因為一開始 我不知道他的選擇只能做一次 但是就算到最後這邊啦 你如果真的讓我遇到艾達 我會覺得 有點怪怪的 因為難免你還是 你如果真的要表現出他4 這個重要設定的話 你用他的方式去穿梭時空 去傳達這個思念 我覺得這是最好的收尾 你如果在那邊 讓我遇到活人的艾達 我就覺得怪怪的 怕我太累了 這邊二月機很多東西 對啊 像H你都在了 你就知道 很多欸 原子之星 也還沒放 圖人夢也還沒放 那一些其他的 比較中途暫時玩一下 那些都還沒放 什麼外收記啊 那些還沒放 那這個系列 如果他連第四部都繼續 去補足 去豐富他的價值 故事觀的話 那肯定會有一派忠實粉絲 會產生 OPUS的 研究員 會一直研究 龍脈學家 萬道學家 一直去研究他們的各種脈絡這樣 哇你把他所有的啊 一輪幾天幾地的 那些訊息全部都串起來 之後可以變成長長的一個紀念碑 這東西 這東西我就不用再點開來看了啦 因為其實當時 當時遇到的時候 我們已經看得蠻細了 龍脈長哥上步 喔還好我那時候衝回去 那時候不管花多少錢 我就是要衝回去 一定要帶艾達再去看 他的完結 我覺得那是很重要一個象徵意義 不是說 真的這部劇真的多好妙 那就是一個象徵意義 你一定要去 他好像那個時候在乙皇 烏塔那邊 人家那個士氣主動飄過來跟你講話了 那時候我不是趕快關掉嗎 重開遊戲 我就是覺得那個 哪怕就是給我一點錢而已 那也沒關係 沒有其他訊息沒關係 那個就是你不能漏掉 那是一個 一個象徵意義 後圖塔殘骸 時代的回憶啊 大葵 其實李默一直是蠻衝動的人 他從前面 對不對 大葵一直叫他說 不要那麼衝動 你冷靜一點 然後最後也是 我覺得他最後也變得蠻冷靜的了 好 拉米亞 拉米亞也是一個可憐人 阿回憶都拿到了 好啦那 這個龍脈長哥就玩到這邊吧 希望他的下一代趕快出